清鲜排骨肉炸到金黄 一刀切下发出酥脆声响 夹点小菜一起吃风味更佳 排骨饭是不少台湾人的便当首选 先前才响起一阵掌声 现在知名排骨饭业者要调回原价 物价联合鸡茶小组持续监督物价 有一家在年前调涨的知名排骨便当店 就决定将八项主餐调回原价 行政院联手各部会打物价压出效果 有些业者尽从涨价打回原价 有些则是寄出优惠 像是八方云集1月25到31号 生鲜水饺9折优惠 孙东宝牛排全品项外带打9折 内用95折 你如果打9折的话 只要差最起码一颗都差了30几块钱 最快350块 那你打9折你就打了35块 常销平均降与将近都快价用于3 接近300块大约是270280左右 那你一颗也省了30块钱 如果你全省性来看的话数百万 基本上在未来的三个月内 都不可能会准备很多动作 不只给优惠还承诺消费者 动涨至少三个月 经济部针对超商超市等零售通路 以及全台13处传统市场进行监测 大约有六成年节商品 价格维持不变或下降 也往上游动涨 某农需大厂配合政策 出货给泰式料理店的鸡腿价格 调回原售价 某肉品进口商也承诺 4月底前动涨进口牛五花 2月起调降零售端价格2%到3% 如果有反映到就是 我们买东西的价格上面的话 那就会有感 当然不涨价是最好啦 消费者一定最高兴了 那也是有期限而已啊 也不可能说他真的都不会再涨 不管是动涨或是调降 对消费者来说都是好事 不过就怕过个年 同膨巨瘦又卷土重来 动森财经新闻 吴北平杰特报道